千万不要对一个人太好了,越是对他好,他越是有可能不把你的付出当做一回事,时间长了,就会觉得都是理所应当了,什么要求,一找你你就答应,什么事情,一找你你就没问题,什么错误,你都可以原谅,什么伤害,你都能接受。 就是你的没有底线,没有原则,让别人习惯了,便忘记了感恩,忘记了你的需要,忘记了你付出,一切都是应该,其实,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应该,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,人生最怕的就是习惯,习惯会让我们丧失最基本的尊重。 不要对一个人太好了,很多时候,不是我们不好,而是对别人太好,在他眼中一切都成了理所应当,便忘记了你的好。 人生往往有时候就是期望越大,失望越大,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,要走的人也挽留不住,要发生的事情也无法阻挡,那么何必依依不舍,何必恋恋不忘,人生要的就是随心随缘, 原句缘犯,一切皆有定数,珍惜该珍惜的,放手不值得,人生要的就是那份洒脱和自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